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上一张电视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个问题一并来请教一下将军 7月4号呢 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发动了 一些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了 好 除了火箭弹之外 还发射了20多架的无人机 好 当然现在哦 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在日前还强硬的说 乙军现在每天都会强力打击真主党 你怎么样看呢 目前的这个整个黎巴嫩 还有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是不是持续的升高的最新的迹象 好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中国的武器 大陆解放军释出了300毫米的狭炮示意图 不得了这一炮就能够飞越台湾海峡 该榴弹炮身管长度可以达到15米 最大的打击距离是400公里 具有摧毁密集建筑物的能力 好 主要就是因为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解放军看见了拆楼的必要性 因此也有人说这个狭炮 就是为了打赢攻坚战在做准备 我先讲黎巴嫩这边 我在这边大概全台湾我第一个爆料的 其实以色列这时候压力真的是很大 因为黎巴嫩政府党 它总共有15000多枚的克萨丘的火箭炮 那这种火箭炮来讲的话 其实它并不准 问题就是不准的话它可能就 打出去本来打你军事目标的 就可能打到你的住民区 或打到你的工业区 那谁也料想不到 于是前两天上个礼拜 郑主党来讲他发布了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是无人机 绕了整个以色列飞了一圈 包括以色列很重要的城市 海法这些城市它整个都飞了一遍 然后所有军事据典包括到工业城市 或什么地方它都拍给你 而且坐标也飞出来 你知道以色列这两天做了一件事情 现在正在做了一件事情 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大国 然后它有很多的供应链在以色列 包括美国的这种德州仪器 科雷这些 他们现在机台已经搬到台湾来了 搬到台湾来 所以他就怕说是 曾组长跟他开战来讲的话 他那个火炮一炮就轰下来了 他这些机台如果说毁掉的话 对以色列来讲伤害很大 对全球晶片的供应链也会非常大 所以你看以色列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他已经准备好 如果说万一争助长跟他开战来讲 他就必须要有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了 另外以色列来讲 他之前他就从北边那边 跟黎巴顿的南部 他原来在那个地方居民大概有8万人 他因为怕黎巴顿政组长攻击这些居民 所以他把这些居民撤到南部来 那现在是居民想要回去没办法回去 也不敢回去 那现在来讲这些居民也跟这个 纳泰雅湖政府抗议说你要帮我们解决 我们已经在这边 这个离开加油已经10个月了 我们要回家 所以这些种种现象来讲的话 这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 他如果说没有很好一个中战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 你贸然去发动一场战争 然后只凭着一时的气氛去发动这场战争 而你没有全程的一个作战构想 现在就变成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 美国现在来讲又基于国际舆论 不敢真的全力给你支援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来讲 现在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场面 那我想大陆解放军 这个300毫米的炮号 所以美国有一种军舰叫朱姆瓦特 这个很有名的一艘隐形战舰 总共建了三艘 它上面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两门的舰炮 那两门舰炮口径是155公里 大概155大概300毫米的一半大 但是你不要看口径说只有一半大 那炮起来讲你知道 程序上圆周率来讲的话 那就大好几倍了 所以它155这个舰炮来讲 朱姆瓦特155的舰炮 你知道它可以打多远你知道吗 它可以打这个150公里这么远 它那个舰炮可以打150公里 但是它每一发的这个造价是100万美金 所以美国算算不划算 那么大一个舰炮 弄这个舰炮155公里就只能打这个 虽然说不错了 可以打150公里 因为它当初设计这个舰炮 是要准备暗轰的 我军舰在你的离岸距离来讲 这个150公里之外 我就可以打你的路上的阵地 可是它发现现在这个东西不实用 CP值不高 所以它把它拆掉了 拆掉以后它换装成垂发系统的火箭 来准备用垂发系统 准备要装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取代这个舰炮的功能 那我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大陆来讲用300毫米的火炮来讲的话 它有没有可能打到400公里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第一个它的口径比155公里要大 以现在科技来讲的话 你如果炮管够长 然后炮管来讲的话 钢材结构比以前好 因为那个炮管来讲的话 你要做这么大的射程 你装的火药要很多 你装的火药很多的话 你炮管的磨损率就很高 以前来讲可能打个 我们来讲像我们台湾来讲 我在金门的时候 我们那个两四栋炮 旁边都摆一根预备炮管 就是这个炮打完几发以后 炮管可能就报废了 要换一根新的炮管上去 那这300毫米 如果说它刚才够好 它的发射要够精准 再加上现在的科技来讲 可以用AI计算 这个火炮射程的 你应该多少米位 多少角度 风力多少 都可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确实是有可能做到 但是我特别要讲说 CP值够不够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一根炮管要这么多 那你干脆用火箭炮 你火箭炮 它的远程火炮 香火系统已经有这种功能 已经可以打到 这个150到500公里 那如果这种状况是这样 你还需不需要去做这种火炮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它做出这种霞炮 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最大的意义在代表 它军工产业有这个能力 设计出这种 远距离射程的大口径火炮 好 接下来两个问题 一并请教宾哥 这个是沙特能源部长已经宣布 在该国的东部 还有这个卢浦哈利沙漠 发现7个油气田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在去年底片面对 54个国家宣布 入境免签的政策已经奏效了 因为不得了啊 上半年大陆的出入境人员 达到了2.87亿人次 同比增长的是70.9% 好 这个7月5号大陆统计数字 显示的是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 年增率152.7%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当时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 大概在24世纪末的时候 人类就会把石油全部用完 结果现在我们到21世纪 还是一直不断的发现新的油点 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家讲的话 听听就好 他们大概也只是 就他们当时现有的资讯 在讲的东西 没有办法预测到未来一些状况 那可是呢大陆他为什么最近 就是对54国实施这个入境免签 因为很简单 就是他要刺激观光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第一个他不求对等 也就是你可以不用给我免签 我直接单方面给你免签都没关系 我觉得这是展现什么 展现中国大陆他觉得 对自己的自信心更高 而且他对自己的治安 掌控能力是 他是有自信 所以他才敢做这样的单方面的开放 而且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要跟我对等 因为他觉得 我觉得他那种心态就是我中国就是个大国 所以我不用在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跟你计较 我反正要的效果就是 我要增加观光人口 那就让你更容易来 所以这个确实政策确实是有效 马上等比就增加了很多 那问题同样的 我们台湾也想增加观光人口 我们敢不敢这样做 我觉得我们不敢 我跟你讲 当然我们的政府会告诉你说 要对等啊 他不开放我们也不能开放 其实我老实讲 那是因为你这样一旦开放之后 会产生很多治安的问题 你有没有把握 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把握你就敢开放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是没什么把握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光是 有规定 真的拿护照申请来台湾的外劳 现在有8万人在外逃 那如果你一旦开放 大家这些国家都免签 你觉得在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突然之间工人的短缺就解决了 因为大家突然之间都找到工人 然后那些工人都不是合法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个就是自信心的问题 还有你对整个治安的掌控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觉得 大陆这个政策其实我们可以参考 因为大陆如果认为他治安能够好 大家同样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真的应该只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也可以对别人 就开放民间 我相信一定能够增加我们的观光 那更重点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反正民进党早就认为 台湾一大堆人都是中共同路人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开放对大陆观光 反正你本来中共同路人就一大堆 因为按照民进党的讲法 现在台湾有60%人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那你在开放有什么差 让更多大陆人来拿有什么差别 还不是都一样 因为台湾已经过半数的人 都是中共同路人 那你还担心什么 赖清者只要好好掌握他 那40%人就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 自信心是很重要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那你做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 到最后就越来越保护 其实现在欧美正在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关税壁垒越来越高 什么东西这个也保护 那个也保护 他在边境主体长城 不要让你的人来 那就对自己没有自信 美国以前有自信的是 每年随便让你来 你来啊 我就让你更多人才来我美国 让我美国更壮大而已 然后当美国现在开始出现 保护主义的时候 我觉得那其实就印证了 美国开始在衰弱 那反而当中国对外越来越开放的时候 就表示他对自己的自信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大 那同样的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自己号称自己是 自由民主的地方 可是我们有这个自信吗 有这个胸襟吗 有那个能够开放给大家互相竞争的 这样一个决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